大家好 最近一直在玩极品飞车21 我从极品飞车16通关之后 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玩赛车游戏 我属于那种轻度的游戏玩家 不想在游戏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简单的体验一下剧情 感受一下游戏的乐趣就行了 如果你也是这种玩家 请往下看 因为这种玩法不一定适合所有的玩家 请供参考 极品飞车21这款游戏的主线是升级 升级是要通过晚上的比赛 赚声望值也就是R值 还要挑衅警车 提高热力追踪的指数最高是5级 每次获得声望的总值等于R值乘以热度指数 一般的比赛难度不大 提高热度指数也很容易 撞警车就行了 困难在于甩掉警车 安全回到车库 这样才能获得R值 想要晚上比赛轻松获胜 还需要一台好车以及好的装备 买车和装备需要钱 白天比赛主要是用于赚钱 一般来说 金比飞车21需要花时间不断的比赛 目的是刷声望值和钱 如果不喜欢花太多的时间在游戏里刷比赛 只喜欢轻松体验游戏的乐趣该怎么办呢 下面分享我的经验 首先要解决游戏卡顿问题 这个上个视频介绍过了 晚上比赛和热力追踪 要确保流畅 而且画面不能太差 其次呢 是解决钱不够的问题 这个也很简单 只需要用一次修改器 把钱改到最多就行了 这样白天就不用比赛刷钱了 第三呢至少还要有一辆好车 用于晚上比赛和与警车搏斗 游戏的前期可以一直使用初始车 随着等级的提升 给初始车换成当前最高的配件即可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解锁保时捷911 RSR 后来RSR这辆车一直作为我的主力车 说到车 就一定要说车与比赛的搭配 开始玩的时候我还没弄明白这一点 其实也很简单 每场比赛的那个封面图 都有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被分为四个方块 会有一个方块是高亮的 另外三个方块是暗的 比如晚上的比赛 高亮的那块基本上都在正方形的 左下的位置 每辆车的属性也都有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里有一个小圆点 这个圆点代表着当前这辆车的调校 适合哪方面的比赛 在选配件时 比如悬挂刹车插速器 像这些会影响小圆点在正方形的位置 第四 分享一下我的常用车和调校 我把RSR的小圆点 调校到了正方形的左下角的位置 这样它就适合绝大多数比赛 如果是飘移赛最好是换一辆车 调到正方形的右侧 如果是越野赛呢 这里有一个误区 越野比赛不一定需要越野车 仍然可以使用RSR 但是要把这个小圆点调到左上角 为了避免来回调校麻烦 我选择的是雪佛兰克尔维特 作为越野车 调校到左上角 这辆车也可以晚上开 速度也很快 由于具备越野性能 躲避追踪还可以不用跑公路 翻山越岭也挺爽的 到了20级就有点难了 主要是警车难缠 我开始用修改器了 但是用修改器时一定要注意 改的太猛会失去很多可玩性 用修改器时要克制 在必要的时候 我只开启修改器的车辆满血 偶尔用一下锁定AI车辆和不被抓捕 其他都不用 下面是我夜晚的跑法 轻松可以从20多级跑到40多级 仅供参考 首先 确保每天晚上回车铺前 热度等级是5级 这样声望值的倍率最高 每天晚上跑2-3次比赛就可以了 找那种R值 声望值最高的比赛 和热度比赛 如果热度不够 可以主动挑衅警车 挑到5级热度 然后再摆脱掉警车 再回车铺 那么如何摆脱5级热度的追捕呢 5级的热力追踪 有支撑机很难逃脱 我曾经逃脱过几次 概率不到10% 为了节省时间 我的方案是用修改器 要开启车辆满血和不被抓捕 有了这两项 就可以随意与警车PK了 安全逃脱 主要靠修改器的锁定AI车辆 虽然是锁定 但是警车仍然可以动 玩家只能是可劲跑 出一会儿就可以安全逃脱 回到车库前 先关掉修改器的这些功能 再进入车库 然后计算升往R值 然后再乘以5倍 这样每个晚上就可以升2-3个级别 现在我还不到50级别 但大部分配件都已经解锁了 希望你玩的开心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